侦查不公開是民進黨執政之後 我們落實司法國事會議所做出來的一個提出具體的執行要點 進一步讓侦查不公開可以上路 所以侦查不公開在司法改革民進黨這幾年來做得非常的努力 也事實上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召開了司改國事會議 確認了台灣法治侦查不公開應當如何來落實 當然台灣是一個媒體多元自由的社會 媒體的朋友基於採訪維護人民公之權利 大家都會在重大的案件上去做很多的了解報導 但是我們要來看侦查不公開的壓力破口 其實更大的不就來自於政治力嗎 我們當然希望落實司改會議司法改革 讓侦查不公開能夠盡可能的去達到 同時能夠兼顧社會的公知權 同時也能夠維護犯罪嫌疑人的人權 基於無罪推定的原則 但是政治工作者 政黨 政黨 政客們也要自治 我們看看司法法治委員會 對這個戒期所排的議案 都是包藏著 假改革司法 假檢討制度 但都是對單一個案在下指導期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侦查不公開 最大的壓力破口 其實不是媒體啊 是來自於政治力 這一屆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排案 每一次都說要精進司法制度 但事實上都在針對個案來探討 用政治力對檢調司法來施壓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如果要檢視 侦查不公開制度的精進面 當然可以 當然該做 但不要忘了 侦查不公開是民進黨執政之後 召開了司改國事會議 具體落實的作為 過去沒有做到的 民進黨努力去做 所以民進黨希望捍衛司法的公正性 希望維護被告的權力 這些是民進黨執政在啟動在進行的 現在在野黨動輒為了個案 為了司法個案 來操作很多檢討司法的作為 這就是政治力干預辦案 黃國昌說 柯文哲的清白是台灣的未來 請問 這是什麼歪理 這是不是用政治力來脅迫司法 民眾黨召集了這麼多全台的宣講 操弄民粹來鬥臭司法 這是不是破壞台灣司法獨立辦案的破口呢 所以不要只會指責別人 忘了政客對於個案的影響 這樣才是危害我們司法制度最大的元凶 好嗎 好嗎